他们伪造的约谈笔录 还有伪造的我的签名 是法院的人承认是他们贷钱的 发交信承认是他们贷钱的 接着一个小贵人 我没有听到 是跟人冲着说他都贷钱的 焦玉帽欠我的钱 发交信人民法院嘛 要求执行嘛 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动作 焦玉帽名下当时有车辆 有房产有股票有基金 也在做超市也有现金 不知道什么情况 他们就是没执行 那边他们检察院 调出来的文档里边 我发现了他们伪造的约谈笔录 还有伪造的我的签名 说我不要求执行 被执行人的任何财产房产 但是不是还有股票 还有四辆车 四辆车 对于他这个赤辆的处质 是西小时 在西小时先把个赤辆棚子 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控制 咱现在中央好的车下了 暂时不是因为 又不是暂时把他擦棚来的 这边界的房子车都是在 这边上红旗发员论高他 为什么会在红旗发员能够擦棚 人家是先棚的 人家遗忧他的连续吧 是把他先擦棚的 那为什么咱们当时没有查出来的案件 咱们先报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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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红旗发员 咱们先报的案 咱们先报的案 为什么咱们咱们没有查到财产的事 你老板说 当时为什么没有查到财产的车上 现在可以去远中天上去开 但当时应该跟他们都有互通 没有查到财产 没有查到财产 没有查到财产的案件 没有查到财产的 那是那个墨败 墨子儿 不是那带财产的吗 我觉得不关税贷产的 不一定是你带财产的 不一定是你带财产的 但是是法院的人承认是他们带财的 法院的人是他带财产的 接上也要说来的 我读书是修的不带财产 我才会来个 主要是你要是再发现这种问题 他呈难断 他呈难断 但是现在我没有听到 他呈难断财产的 或者检察员可以说 是人家人带财产的 无论这种事 这中间的自执行不符合法的规定 这个检察员也已经查出来了 联合正在检察员 联合检察员 联合检察员的 看看我不知道检察员的会见 是不是他能给 但是联合检察员的会见 联合检察员的会见 联合检察员说得很清楚 待遇置信 待遇置信 这个待遇置信咋结实了 联合检察员联合检 联合检合检 是如何人家 联合检 联合检 人家的终结执行程序 是有非常严格的具体条件的 法案中 如果人民法院存在 为了终结执行程序 而伪造签字的情况 当地检察员 是可以履行 对人民法院的执行监督职能的 我们建议王先生 也及时向法院申请执行恢复 继续对被执行财产 予以强制执行 若被执行人房产存在流拍可能 王先生也可以同意接手房产进行以物抵战 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